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交易员抢购中国期权 以廉价方式捕捉反弹机会 前白宫官员表示 中国低估了美国国会的力量 彭帅的下落与郑清文的成功 请大家收看 前白宫官员表示 中国低估了美国国会的力量 日经亚洲 据前白宫官员埃文 梅黛罗斯表示 美国国会和中国安全机构 在推动中美关系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美国商界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梅黛罗斯表示 中国低估了国会和民主进程的力量 他还指出 商业游说团体正在失去影响力 企业未能一致行动 推动对华政策 并且在游说时采取低调和非公开的方式 Fugis饶舌歌手Price Michel的律师承认泄露证据 华盛顿邮报 去年代表获得格莱美奖的 Fugis说唱歌手普拉斯 米歇尔Price Michel的律师大位 肯纳David Kenner因泄露机密证据 而被控犯有藐视法庭罪 其中包括向彭博新闻 Bloomberg News透露大陪审团材料 这些材料在米歇尔被定罪之前 就被泄露出去了 肯纳承认 对2012年一次筹款晚宴上 米歇尔与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的合影的发布负有责任 该照片上贴有大陪审团展品标签 并在2023年3月3日 彭博新闻发表的两篇文章中 预告了他在同月底的审判中的辩护 他还承认泄露了检察官 交给米歇尔律师的证据 而这些证据受到法庭的保护令 只能在法庭上使用 肯纳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 但美国地区法官阿米特P.Meta 阿米特P.Meta 判处他一年无监督的缓刑 和5000美元罚款 82岁的肯纳告诉法官 非常抱歉站在您面前 我完全承担责任 澳大利亚公开赛决赛 中国的郑清文希望效仿偶像李娜 对抗不屈不挠的阿琳娜 萨巴伦卡 CNN 中国的郑清文将在周六的澳网决赛中 面对阿琳娜 萨巴伦卡 郑清文是12号种子 他在晋级决赛的过程中运气不错 没有遇到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 他在半决赛中 击败了乌克兰的资格赛选手达亚纳亚斯特雷姆斯卡 郑清文将成为自李娜10年前赢得澳网冠军以来 首位进入大满冠决赛的中国选手 未免冠军萨巴伦卡在整个比赛中状态出色 没有输掉一盘 10张图表揭示了纳伦德拉莫迪在职期间的真实记录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的一项分析评估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治理记录 并用现有数据创建了10个图表 将他的表现与国大党执政的前十年进行了比较 分析显示出了一个复杂的局面 在莫迪的领导下 印度人均GDP根据购买力调整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4.3% 低于他的前任曼莫汉 辛格实现的6.2% 莫迪两个任期内的失业率几乎没有变化 而青年失业情况有所恶化 农村工资在过去十年几乎没有增长 贫困减少的速度也放缓 基础设施支出有所增加 特别是在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 以促进金融包容 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的占比已从13%增加到23% 但印度的城市仍然严重受到污染 教育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 学习成果低下 治理不善 最后 印度的民主在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项目和强人治理风格下恶化 解码中国 北京如何处理胡塞派 德国之声 据报道 中国已要求伊朗帮助遏制红海货船袭击事件 否则将危及于北京的商业关系 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在过去几周一直在对货船发动袭击 中国官员还呼吁胡塞叛军停止袭击商船 迄今为止 中国对胡塞叛军没有进行任何军事干预 然而 这些袭击对北京的利益构成了巨大挑战 因为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由外国船只处理 大约60%的中国对欧洲的出口通过鸿海和苏伊士运河 胡塞叛军的袭击迫使几家航运公司改道绕过鸿海 选择更长更昂贵的绕过好望角的路线 加剧了全球供应链问题 自胡塞叛军在12月份开始袭击货船以来 运送一个集装箱到欧洲的成本已经翻了一番 达到了约7000美元 美国希望云计算公司报告外国用户构建人工智能 彭博社 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如何强制云计算公司 披露外国实体利用其计算能力来支持人工智能应用 这是美国政府努力加强对中国获取先进技术限制的一部分 商务部还在考虑通过出口管制来监管云计算 以防止中国企业通过云服务提供商 如亚马逊网络服务 微软的Azure和谷歌云获取计算能力 中国刺激措施受到外国投资者的怀疑 日经亚洲 来自全球机构和本地公司的投资者 对北京和香港采取的旨在提振股市的措施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这些政策未能解决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和低信心等关键问题 投资者仍在进行交易而非投资 阿伯丁投资部首席执行官Renee Billman表示 需要恢复信心才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回归 仅仅改变利率是不够的 其他人表示 政府公告的方式实际上可能会加剧外国投资者的焦虑 使情况变得更糟 瑞士私人银行Lombard Odir在2022年出售了中国政府债券 并在2023年减少了中国股票持有量 因为资产看起来便宜是有原因的 而且可能变得更便宜 然而 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联席首席投资官Bob Prince表示 他在中国的投资一直有两位数的回报 并且他在中国的投资采用了一种永恒和普遍的方法 十几岁的青少年因脑膜炎在医院度过了一年的时间 BBC 一个名叫詹姆斯的十几岁少年因肺炎求菌性脑膜炎而昏倒 接受了减压手术 他的家人担心他无法存活 但他经历了惊人的康复 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后回到了家 詹姆斯不得不重新学习行走和说话 并接受了多次手术 他现在专注于他的第一顿征餐 并计划要么吃印度菜 要么吃中餐外卖 今日股市 标普500指数结束创纪录的连胜 但股票获得了周度胜利 雅虎 美国股市在本周收盘时呈现出不同的走势 投资者在下周联邦储备委员会利率会议前 消化了最新的通胀数据 标普500指数下跌 但仍录得了一周的涨幅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滑了0.4% 在英格尔的第一季度展望大幅低于预期后 科技股落后于其他指数 该公司的股价下跌了近12% 同行的AMD和NVIDIA股价也受到了轻微的打击 12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显示通胀继续放缓 作为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同比下降至3%以下 为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增速 这与预期之外的第四季度GDP估值较高相结合 可能表明美国经济正在走向软着陆 最新的经济数据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因为过早开始宽松周期 可能会引发通胀再度上升的风险 2024年的第一次美联储会议将于下周举行 普遍预期利率将保持稳定 然而最新的经济数据可能会促使央行 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降息 可能会在3月份早些时候开始 美国交易员抢购中国期权 以廉价方式捕捉反弹机会 彭博社 由于担心错过中国股市的潜在复苏 交易员们正转向期权市场来获取对中国股市的曝光 iShares中国大盘 ETF和CreenShares CSI中国互联网ETF的认购期权交易量激增 然而 这被视为对冲而非看涨情绪的显著变化 因为许多投资者在该领域的配置不足 华尔街策略师们推崇中国股票的风险回报 高盛的一位策略师 建议投资者通过期权在中国进行长期投注 23NV泄露事件 针对犹太和中国顾客 诉讼称 纽约时报 基因检测公司23NV面临一起集体诉讼 原因是 去年发生的一起数据泄露事件 影响了近700万个用户档案 这起诉讼在旧金山联邦法院提起 指控该公司未能保护那些 在泄露事件中信息被曝光的客户的隐私 诉讼还声称 23NV没有通知那些具有中国和阿什肯纳兹犹太血统的客户 他们似乎是被特别针对的 该公司最早在2023年10月 披露了这起泄露事件 称一名威胁行为者利用重复使用的登陆凭证 获取了某些账户的访问权限 约翰 克里和谢振华退出了定义了一代人气候行动的角色 外交官 美国总统特使约翰 克里和中国特使谢振华之间的关系 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至关重要 这两位男士在过去的15年里建立了令人瞩目的信任和尊重 为国际峰会的进展铺平了道路 克里和谢互相探望对方生病时 见过对方的家人 并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斗争中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争吵和妥协 他们的合作导致了一系列协议 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 该协定有助于将预计的升温从3.5摄氏度降低到2.1摄氏度 然而随着克里和谢即将离任 这些离职正在重新调整气候外交 而清洁能源的转变正在发生的太慢 目前尚不清楚克里的职位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但如果我们想实现全球气候进展 尽可能的使美国和中国保持一致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和谢于2009年开始合作 当时克里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前往北京讨论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谢给克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他是一个希望积极推动的人 起初进展很小 但谈判在闭门会议中取得了进展 2014年 奥巴马前往北京宣布与习近平主席 达成了一项意外的双边协议 该协议设定了更为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 次年 巴黎峰会通过要求所有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克里和谢的关系帮助改变了范式 使各国相信进展是可能的 克里和谢之间的关系在唐纳德 特朗普当选总统并退出巴黎协订后中断 然而 当乔拜登在2020年击败特朗普后 他要求克里担任气候谈判特使 并让习近平召回谢振华 尽管克里和谢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但进展缓慢 他们面临的障碍包括 COVID-19疫情 以及克里在埃及联合国峰会期间的病情 和谢的健康问题 然而 他们设法确保中国承诺 将甲丸纳入其排放目标 并在最近的迪拜联合国峰会上 达成了全球放弃化石燃料的协议 知名名任律师承认 向记者泄露 FUGIS饶舌歌手案件的文件 美联社 辩护律师大卫 肯纳曾代表过 包括斯努普 狗狗和苏格 奈特在内的知名客户 他承认 向记者泄露了 关于一起涉及FUGIS成员的 阴谋案的大陪审团信息 肯纳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了 两名彭博新闻的记者 用于2023年3月发表的 以辩护为导向的报道 他被判处一年的无监督缓刑 和5000美元罚款 独家消息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将裁员1% 以降低成本 雅虎 美国国防承包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 为了降低成本和精简运营 将在今年裁员1% 裁员将影响洛克希德公司 所有业务和企业运营的职位 并包括招聘冻结和资源离职 此举是该公司 旨在数字化转型 和降低直接成本的一部分 这些裁员计划 是在洛克希德公司 周二的盈利后电话会议上宣布的 努力壳 泡沫和拉链扣 如何为数量减少的暗鸟种群 提供了关键的救生法 澳洲 ABC 在昆士兰州 邦达伯格海岸的巴鲁布拉岛上 安装了一个人工栖息地 为冰威的候鸟提供栖息地 这个栖息地 由塑料菱形网枕头 填充母粒壳制成 旨在为鸟类提供急需的栖息地 这些栖息地 让鸟类在低潮时 可以休息在沉积物上 在高潮时可以漂浮 节省能量 并提供宝贵的食物来源 过去30年里 候鸟数量下降了80% 虽然人工栖息地 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但还需要更多的行动 来阻止这一下降趋势 日本外籍劳工首次超过200万人 其中以越南人为主导 日经亚洲 根据日本劳动部的数据 外国人在日本工作的人数 首次超过了200万人 今年10月 外国工人的数量达到了近205万人 比去年增长了12.4% 越南工人占最大比例 达到25.3% 其次是中国和菲律宾工人 外国工人的增长 主要是由于持有专业和专业领域 签证的人数增加 以及特定技能工人签证的引入 日本的较高工资 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动荡 以及高技能专业人士 能够带家人来日本工作的能力等因素 也促使了增长 中东的悖论 外交政策 最近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暴力冲突 重新激起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深刻伤痛 情绪非常激动 一旦战斗停止 双方都将进行清算 在巴勒斯坦人受创伤的情况下 哈马斯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会在恢复正常后逐渐消退 以色列总理北亚明 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在维持对其行动的支持方面遇到困难 如果哈马斯选择非暴力抗议来要求自由和平等 这场暴力事件本可以避免 相反 他们的暴力行为使他们长期的战略目标 即被接受为和平讨论的合法对话方 成为无效 以色列的回应旨在摧毁哈马斯 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且无法实现的行动 这更有可能成为哈马斯的招募工具 这是以色列自我破坏的行为 最近的事件打破了冲突可以被管理或控制的幻觉 并揭示了巴勒斯坦问题可以被搁置的谬误 冲突必须通过结束以色列对约旦和西安的占领 和对加沙地带的封锁来解决 应该重新启动并积极推动阿拉伯和平倡议 该倡议呼吁承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家 以实现该地区的和平 彭帅的下落与郑清文的成功 BBC 21岁的中国网球选手郑清文 进入了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决赛 成为仅有的第二位做到这一点的中国选手 追随着他的偶像李娜的脚步 郑清文本周才进入前十名 引起了中国公众的关注 并被与第一位中国大满冠冠军李娜相比较 他得到了耐克和IMG等主要赞助商的支持 并被内部人士认为是潜在的前五名选手多年来 郑清文还因其亲和力和流利的英语而受到赞扬 这使他成为潜在的全球明星 然而 网球界也注意到了彭帅的待遇 彭帅是另一位中国选手 他指控一位已退休的中国副总理性侵 并随后被迫退役 关于彭帅下落的问题与郑清文的成功有关 仍担心郑清文可能面临尴尬的问题 尽管评论员呼吁让他在没有过多压力的情况下 成长为一名选手和个人 另一位拜登的商业伙伴表示 乔·拜登没有参与国外商业交易 CNN 亨特 拜登的商业伙伴约翰·罗宾逊 沃克在上周五的闭门采访中表示 总统乔·拜登从未参与他与总统之子的任何商业往来 这是沃克首次向CNN提供的开场陈述 热天将通过预付和新销售方式重新融资10亿美元的债务 日经亚洲 日本科技集团热天将发起对其到期于11月份的债券的邀约收购 作为其债务在融资努力的一部分 该公司面临着2024年至2025年之间价值约54亿美元的赎回 希望推迟部分赎回 热天将发行新债券用于回购 这些债券将于2027年到期 公司尚未确定新债券的条款 但消息人士表示 其金额可能在10亿美元左右 票面利率为10%至13% 热天的股价因此消息上涨了5% 官方消息 乌克兰邀请中国参加全球和平峰会 雅虎 乌克兰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即将在瑞士举行的全球和平峰会 旨在为乌克兰和平方案争取支持 这次峰会将汇集世界领导人制定实施和平方案的路线图 但目前尚未确定日期和地点 中国已提出调解冲突 但并未谴责俄罗斯的行动 并在联合国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决议上多次弃权投票 乌克兰和平方案由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提出 呼吁结束乌克兰的生态灾难 惩罚战争罪责任人 并撤出所有俄罗斯军队 芯片制造商瑞萨的投资者日利和NAC在扭亏为盈的里程碑中套现 日经亚洲 日利和NAC宣布计划出售他们在瑞萨电子的股份 瑞萨电子是一家日本芯片制造商 已经从一家亏损公司转变为全球供应链中的高收入环节 截至2022年12月 瑞萨电子的员工人均收入比2013年增长了两倍多 其运营利润率在2022年达到了28% 瑞萨电子近年来还进行了多次收购 使其成为一家具有重要非日本员工的全球公司 随着瑞萨电子继续蓬勃发展 日利和NAC现在希望退出他们的投资 布林肯重新调整美国在非洲的关注重点 德国之声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最近访问非洲的目的是加强与安哥拉的关系 并对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进行反制 与安哥拉接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洛比托走廊 这是一条连接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矿区 与安哥拉洛比托港的铁路 美国有意利用安哥拉的铁路网络和港口 来支持全球供应链 并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出口关键矿产 安哥拉在经济重组过程中 也在寻求像美国这样的强大伙伴 超级富豪们正来抢毒你的汽车 彭博社 根据专栏作家克里斯·布莱恩特的说法 豪华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JLR 通过专注于高端车型 成功扭转了销售和利润下降的趋势 该公司专注于生产更少但更昂贵的汽车 如缆胜 缆胜运动版和卫士 这些车型的平均销售价格 自2019年以来上涨了50% 超过7万英镑9万美元 这一新策略帮助JLR只需销售30万辆车 即可实现盈亏平衡 JLR的母公司塔塔汽车Potter Motors 在过去一年中股价翻了一番 表现优于彭博世界汽车制造商指数中的 所有其他公司 塔塔贡献了塔塔三分之二的收入 虽然JLR取得了成功 但捷豹作为JLR业务的另一半 近年来销售下滑 并且存在质量控制问题 然而JLR计划在2025年 推出售价约为10万英镑的电动车型 重新推出该品牌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前白宫官员表示 中国低估了美国国会的力量 这表明国会和民主进程 在推动中美关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而商界的影响力则在减弱 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他们需要更加重视国会和民主进程的力量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娱乐界的一则消息 Fugis饶舌歌手Price Michel的律师承认泄露证据 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起案件涉及了一些敏感的信息 对于这样的泄露行为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并对此进行严肃的处理 在体育界 中国的郑勤文希望效仿偶像李娜 对抗不屈不挠的阿琳娜 萨巴伦卡 这是一场引人注目的比赛 我们期待郑勤文能够展现出色的表现 为中国争光 此外 近日经济学人发表了一份 关于印度总理莫迪的分析报告 显示了他的治理记录 报告指出 在莫迪的领导下 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失业率上升 农村工资停滞不前 贫困问题严重 这些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印度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 中国已要求伊朗帮助遏制胡塞叛军对商船的袭击 这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了巨大挑战 因为中国的出口很大一部分由外国船只处理 这一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科技领域 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如何强制云计算公司 披露外国实体 利用其计算能力来支持人工智能应用 这是美国政府努力加强对中国获取先进技术限制的一部分 这一举措将有助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最后 我们来谈谈一些社会和人文立体 一位名为詹姆斯的十几岁少年因脑膜炎住院了一年多 但他经历了惊人的康复 回到了家人身边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应该保持希望和坚持 这些新闻故事都告诉我们世界是如此的多元化和有趣 我们应该保持对各种问题和事件的关注 并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在我想邀请观众们加入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故事有什么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和讨论 谢谢大家 注意 以上内容纯属虚构 仅供娱乐使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